最新一季的荒野独居他来了 将11位顶尖求生专家扔在北极荒岛上 这里不仅有黑熊和灰狼等大型猛兽 冬天的气温更是低到零下20度 坚持最久的选手将获得100万美元奖金 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 选手们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换做是你敢来参加挑战吗 生存来到第三天早晨 凯莉煮了点野菜来垫肚子 打猎力还不一定能拿冠军 想办法苟住才是王道 吃完早饭的凯莉出门寻找物资 她在地上发现一些野兽的痕迹 经过判断应该是驼鹿的脚印 想到这里凯莉的嘴里已经流出了口水 娜娜昨天这一觉睡得很香 她的庇护所是所有选手中最豪华舒适的一个 安装了防护装置后再也不用担心黑熊的入侵 娜娜前往森林出门寻找食物 她在灌木丛中找到一些僵果 把皮削干净可以有效防止细菌 但这点食物压根不够维持热量 在其他选手还在为庇护所发愁时 娜娜已经开始用绳子编织起鱼网 在这片海岛上鱼肉是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前几季的选手大部分都是靠谱于坚持到最后的 目前为止娜娜的思路非常清晰 镜头给到菲律宾选手齐安 齐安目前还睡在一个临时帐篷里 她昨天晚上三点半突然听到动静 应该是野兽在庇护所附近活动的声音 这让她哆嗦了一宿都没睡好觉 天不怕地不怕的齐安终于知道耸了 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这场比赛不是游戏 她有点想念自己家的花园小洋房 挑战才第三天齐安就开始打退糖果 照她这个精神状态退赛是迟早的事 既然犹豫还不如早点回家洗洗睡吧 接下来登场的是胡子哥波特 他自从啃了点树皮后就再也没吃东西 波特起床采集了很多浆果 可是波特觉得这些浆果提供的热量非常有限 甚至还不如他采集浆果时所消耗的能量多 再这么忙活下去也是白费 可波特走遍了大半个森林也没什么新发现 折腾到最后还是要回来挖浆果 他突然在地上发现了一坨黑色的奥利盒 扒了来扒了去也没愤出是什么动物留下的 另外一位男选手维德也在挖浆果 维德知道野外生存不易 能挖点浆果吃他已经很满足了 画面给到猎人杰瑞 上次抓额失败并没有让他气馁 他又带上弓箭出门补猎 前几季会用弓箭的大佬有很多 但是这一季带弓箭的选手只有杰瑞一个 远高于其他选手杰瑞在森林里寻找着猎物的踪迹 他在地上发现了很多松鼠的巢穴 头顶的树上正好有只松鼠在觅食 杰瑞也不莫及 掏出弓箭立刻瞄准发射 虽然这一箭成功命中 但箭头和松鼠一起挂在了树上 在砍树和爬树之间杰瑞选择了砍树 可树倒了之后松鼠却不知道被甩到了哪里 杰瑞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明明是十个人里最强的猎手 可惜运气实在不怎么样 无奈之下杰瑞也选择挖浆果实 看来这一季的选手们真是半斤八两 明明他们在一片紧靠大海的小岛上 随便搞点海鲜不香嘛 偏偏和森林里的花花草草杠上了 女选手没有男选手们那么强壮 但他们的思维也更加灵活一点 艾米莉和娜姐一样开始制作渔网 她对自己几斤几两是心里有数的 狩猎驼鹿对一个软妹子来说不太现实 还不如做个渔网直接扔合理 老八尝试着用鱼钩钓鱼 想法是好的但技术实在太菜了 天天空军的钓鱼老还少吗 从上午一直甩到快天黑连片鱼鳞都没见到 论靠谱还得看娜娜 她的渔网主打一个精致耐用 而娜娜这么稳当是有原因的 她当初上大学时一个没注意 用了过气漏气的小气球 不小心成为了两个娃娃的母亲 渣男最后跑得连瘾都不剩 经历了这种意外之后 娜娜变得非常谨慎 她发誓要让自己的渔网连个蝌蚪都钻不过去 为了能让渔网沉底 她还绑了不少石头 失踪整整一级的爱力总算出现了 她搭庇护所整整浪费了三天时间 不过这庇护所的最终效果确实不错 整整齐齐地看着很温馨 本季女选手的实力都很强 至少她们知道稳住别到处了 镜头来到齐安这边 自从上次齐安有了退赛的想法 她就再也没心思继续比赛了 满脑子都是回家吹着空调打游戏 没一会她就拨通了节目组的电话 想必节目组对她也是非常无语 好好的一场挑战 让她整得喝过家家一样 但凡导演脾气暴躁一点 非给她踹海里去 恶极眼的杰瑞在地上捡了不少白蚁 抓起一把放到嘴里细细品尝 味道吃起来又酸又苦 但蛋白质是牛肉的50倍 吃饱喝足的杰瑞再次出门打猎 虽然没看见野猪驼鹿什么的 但是她竟然捡到了上次丢的松鼠 黄天不负有心人 一向倒霉的杰瑞总算转运了 她成了全场第一个吃上蛋白质的选手 将松鼠处理好后煲汤 这几天杰瑞一直忙着打猎 到今天她还睡着露天帐篷 杰瑞抓起煮熟的松鼠就是一顿猛啃 这三天东跑西跑的可给她饿坏了 吃饱才有力气进行下一场狩猎 天慢慢黑了下来 娜娜听到了灰狼的嚎叫声 这让她根本不敢睡觉 同样担惊受怕的还有劳拉 她的庇护所四面漏风 防护野兽的能力约等于零 她担心灰狼就在营地附近 没想到还真的让她猜准了 很快她就听到了树枝霹雳啪啦响 这是野兽靠近的动静 劳拉的魂都要被吓没了 这样的环境她根本不敢睡觉 熬了一休总算盼到了天亮 再这么下去她迟早精神失常 这都第四天了 劳拉才打算加固庇护所 她和艾莉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忙活了半天连支架都立不起来 本季选手们的水平实在一言难尽 也不知道节目组上哪找的卧龙凤楚 维德是第二个起床的 他这几天一直在忙着砍树盖木屋 利用休息的时间他还做了一个捕鱼工具 截至目前他只吃过一顿浆果 维德来到河边捕鱼 本以为手搓鱼具的都是大佬 没想到他一顿操作下去鱼线就缠住了 他狼狈的样子很难让人忍住不孝 忙活了俩小时鱼线都没捋清 维德坐在河边怀疑人生 杰瑞不是在打猎就是在去打猎的路上 今天总算腾出时间来盖房子 砍树会快速消耗身体能量 但杰瑞好歹也是吃过松鼠的人 不盖个豪华别墅出来他绝不罢休 看他这卖力搬树的样子 恐怕吃头牛也补不回来 刚做好的围栏一碰就塌了 这坚固程度怕是连个松鼠都防不住 这里每根木头都有百八十斤 等他房子全盖好可能得一年之后 杰瑞拿松鼠的骨头煮了一锅汤 吃完这顿他又要开始挨饿了 哪怕一丁点肉都不能放过 这鼠头被他啃得比标本都干净 娜娜正在森林中寻找食物 他脚下有一滩发霉的动物尸体 这意味着附近很有可能存在掠食者 晚上娜娜刚准备休息 附近又传来了野兽的嚎叫声 其他选手同样面临这个困扰 也不知道是啥天天鬼哭狼好的 选手们根本不敢躺下睡觉 这对他们来说是精神上的折磨 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 艾米莉捡到一块奇怪的骨头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动物的吗 她觉得这有可能是鲨鱼的头骨 不得不说这妹子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 维德又来到河边钓鱼 她今天总算把鱼献完明白了 只可惜水里的鱼根本不惯着她 无奈又是空军的一天 凯莉最近在忙着盖房子 感觉累了就上河里泡个澡 她还挺会享受生活的 劳拉依旧守着自己四面漏风的庇护所 每天睡醒都先哭一顿再说 真不知道她来参加比赛的意义是啥 经过一顿内心挣扎 劳拉终于选择退出比赛 房子盖不好食物也找不到 她来参加这比赛属实有点多余了 好歹她比齐安还多挺了几天 让亲戚朋友知道了也不算太丢人 时间到了第八天 艾莉应该是某位亲戚来了 晾着的裤头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个时候多喝热水总没错 毕竟她也吃不到别的东西 这要是在家她多少也是个老宝贝 但现在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波特突然发现和对面有一只黑熊 幸亏她俩中间隔了一条河 要不然就得打电话通知家里办酒席了 这才刚一个星期就退赛了三个人 剩下的八位选手 也属于过了今天没明天的状态 别说抓只驼鹿扛过冬天了 但凡抓条鱼来差不多都能当冠军 节目组能凑齐这么多菜鸟也是不容易 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